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來到關鍵時刻 今天我們要講到的超級關鍵的重要的重點 就是要講到如何擺脫業員至聖成佛 那其實這個重要的關鍵秘訣 就是不要讓我們做事情的時候 都盡量不要留有根據 不要留有痕跡 因為有痕跡就會產生業力 業力又會產生下一輪的循環 簡單來講,我今天上班工作 如果我完成了今天的工作任務 那麼我明天還是要繼續上班工作 在這個真理的本質上並沒有改變 你只會一直沉迷 在這個一輪迴 在輪陷在這個痛苦跟煩惱之間無法超脫 因此如果想要至聖成佛的話 就要先擺脫消除這些業員 而這些業員的產生也是我們在修行的道路上最大的阻礙 因此我才要推薦各位觀眾朋友們在家修行的大法 它能夠最好最極致的避免掉 免除掉這些煩惱跟痛苦 像是這些業員的產生 業員如何產生呢? 就是我們每個念頭在做事情的每一個峭端 當這個峭端開啟了 那麼它就會接連貫的不斷的一直產生 讓你沒辦法解脫 因此我們必須要中斷遏止這種行為 在我們的生活實踐中徹底的消除掉上班工作上學上課的這種無端無恥的行為 而更更簡單來講 要如何擺脫這些自身心願的雜亂 而導致自己做錯事情淪陷在裡面的這個方法呢 就是讓自己先失去一切 當你把一切都失去掉 你就沒有什麼東西是好苦惱的 你就沒有什麼東西是好痛苦的 因為這些東西都被你給阻斷掉了 所以我們不是學習東西 而是學會讓自己失去所有的一切 而不是去外在學習 外外在吸收 這些都是錯誤的軌道 你要必須要中斷 你必須要放下一切 當你放下了一切之後 理論上這個照理來說 你就能夠達到這個 找到了這個解除煩惱痛苦的這個問題啊 然後找到真正的真理答案 而更更具體來講的話就是 逆向思維 逆向思考 逆向行動 別人在上班上課上學工作 那我們就反過來在家修行 什麼都不做 這樣就是最厲害的方法 那什麼叫做什麼都不做呢 要怎麼樣才能什麼都不做 然後覺醒呢 關於這一點很簡單的 把你的心心思全部都放下來 把你在社會上遇到的所有的境界 所有的遭遇啊 全部都阻斷 如何阻斷 就是不要上班上課 上學工作嘛 那麼簡單的事情 為什麼就是那麼多人做不到呢 大到自檢啊 你根本沒有什麼好煩惱 也沒有什麼好痛苦的 一切的煩惱跟痛苦的本質啊 都是由自己的所作所為所發生的 因此呢 只要我們的所作所為 歸正到這個修行真理之上 那麼痛苦跟煩惱的這個本質啊 自然而然的就能夠被解決被消除掉了 所以當你失去一切之後呢 你就會有想像力 想像力天馬行空嘛 那當你這個想像力被外界的煩惱跟苦惱 煩惱跟痛苦啊 還有一些工作壓力啊 還有學習的知識給全部都佔滿之後 你就沒有想像的空間嘛 所以反過來 我們只要讓心呢 保持近空的狀態 就能夠產生想像力 而想像力就是解決問題的窍門 因此帶有想像力的人 他沒有痛苦沒有煩惱 不是因為他的心有信仰 而是因為他真的解決掉了這些煩惱痛苦問題的本質 他如何解決呢 就是用想像力 研發出讓人如何永生的方法 那我只是舉例而已 就有點像這樣子 所以帶有想像力或是想像力高強的人呢 他就是覺悟者 就是覺醒者 那這個翻譯成中文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陀佛 或是佛陀 所以用想像力呢 進入這個究竟法 就是開啟你的想像力窍門 想像力無所不知 無所不達 所以呢他才能夠開啟人自身的潛能 讓人直接覺醒悟道 成佛 了解這個世間萬物所有的真理 所有的真理 所有的真摯 以及解決 超脫這些痛苦 煩惱問題的根本原因 因此呢 佛是知曉萬物事理的一切的 因為佛已經認出了世間上所有的實相根本 那擁有想像力的人呢 也可以叫做陀佛 那他就是一種藝術的藝 藝者 而帶有創造力的這種藝者的這個本質啊 當我們覺醒找回來的這個本質 我們自己就等於是宇宙這個天道的本身呢 我們與道同在 這也是老子所講的 我們人的道德的最極致 就是與道合一 而且啊 這個關鍵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 你要先踏出第一步去實踐這個方法 第二步就是 你實踐的時候呢 不放棄 勇往直前 不要半途而廢 這樣就能夠成功成佛 好 今天節目先到這邊 各位觀眾朋友們 掰掰